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建议 她是神秘的女伴中纯洁美丽的遗族女孩小黎英 她是海英中英姿飒爽的女民兵连长吴玉芬 她是英雄胡胆中风情万种的女特务阿兰 她还是野火春风豆腐城中一人分饰两绝的金环银环 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评选出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 她是新中国成立后影响了无数影迷的银幕偶像 她就是大众电影百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双料得主 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小唐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系列节目 本期节目的致敬人物是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小唐老师 朋友们让我们起立 用致敬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主角 王小唐老师闪亮登场 欢迎王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周末版 欢迎您的到来王老师 请您一步签名台 为我们留下末宝 在抗日战争中长大 永远自天而入息 我相信这句话很好的涵盖了王小唐老师的性格和一生的追求 好我们再次感谢王小唐老师 请王小唐老师舞台中间 王老师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三位致敬嘉宾向您致敬 进去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老师 欢迎您 以编剧导演演员 音乐生的中美演员 英壮老师欢迎您 还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电影通道的主持 我们同事 欢迎李老师 欢迎您 欢迎三位的到来 请坐 我们也请王小唐老师 请坐 王老师啊 您看您有没有算过自己 出演不多少个影片 饰演过多少个角色 我出演的片子如果说是15部 那么就是16个角色 因为有一部影片 王小唐老师一人分世两绝 也是这样一部影片啊 成为了王小唐老师表演艺术生涯当中的一个巅峰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回顾一下那部经典之作 来 关团长 认识吗 不认识他 我认识你 好 你这种坦率的谈话 我非常喜欢 我认识你 在造堂里打八个棍 我也认识你 你 你领着治安检杀我们的村子 杀我们的老百姓 你 你 上回逮住你 看管不言调 你跑了 他怎么没掉枪袋 蹦死你 我早就看着姓高的小子不地道 可你 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 要叫我说 出卖老杨的是他 也是你 我去找他们商量 豁出几条命 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咱们就这样 眼巴巴看着敌人 把老杨给折磨死 这一定要马上救 万一出了事 你告诉组织 是我的主意 我负责 原来 我知道你心里紧 我犯了错误 我请求助分 他这个两个角色 确实演得不像 是一个人演的 好像电影并没有明确的提示 金环银环是双胞胎 为什么要让同样一个演员来试演 这是奇异与编剧和导演 他们就想让一个人演两 演完了之后 我接到很多信 很多都是女学生 那会叫我小桃姐姐 小桃姐姐我跟同学打了赌 她说是一个人演的 我说不是两个人 她也没看字幕 要是你要回答我 说是一个人演的 我就输了 就这样 您到底是怎么如此巧妙 又不着痕迹的塑造的 这个角色呢 电影电视 这样的 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劳动 就是百分之百努力了 也未必成功 因为它有很多因素 那假如你不努力 当然不行 两个角色 那么你要翻一翻 加一倍的努力 靠近一个 再靠近另一个 之后 等到最后 我把这两个人物吃透了 那小说倒背如流 到了这种时候 就敢说一句话 金环和银环 都剃成光头 银环也不是金环 为什么 眼睛 状态 就是一种信心 说到了眼神 我们也通过大屏幕去感受一下 金环和银环的眼神 哪里不一样 大屏幕 大屏幕 这场戏 这场戏开始的时候给我剧本 我一看 全是说话 编剧和导演都说 小湯你看哪不好 你可以改 那我就开始删 再看看 删 删到最后 把场景改成 在这见面 而且都剩了三个字 老地方 这三个字 而且我想应该从局部相似 就给他设计一个口罩 哎 你看有点像 等他摘下口罩 你看 好像是他又不是他 这样比较好 现在看来效果还行 那如果细心的观众要是听哈 这金环和银环 似乎 怎么说话 声音 也不太一样 这就是基本功了 就说 你一个人物 他的音色 他的音质 他的音高 他的音强 声音色态 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练习 我买了一个提琴定音器 叫我们简称叫音笛 我就试 试了结果 金环和银环的音高 差五度 后来 录两场 金环银环见面 那个 录音师姓何 老何说 你先录金环银环 我说一块录吧 他有点怀疑 循环圈放 但是放了 那我就开始说 说完了以后 一遍 通过了 通过了完了 我就触碰 王一刚就碰巧 又怎么了 不录了 我说录完了 哟 完了 我说完了 就这样 来咱们通过一片段 去看一看金环和银环 对话的场面 诶 杨正伟去了 什么都好 跟着他工作 心里亮他 你这个丫头啊 平时吧 不哼不哈的 没个利索劲 可遇事呢 你比方刚才 你比方刚才 有那么毛手毛脚的 你看 怎么这事就来了 来不及 来不及 往后的跟着杨正伟呀 好好学 嗯 嗯 回去吧 我觉得经典 就是很有魅力的啊 就刚才即使是那么几分钟的片段 我们看着 很快就会投入进去 这本影片曾经 呃 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当中 受到了全国观众的认可 那个选票数高达八十万张 就是在这八十万张选票的 投向最佳女演员 最佳女主角当中呢 全部投给了王小唐老师 这本电影艺术是1963年出版的 那么其中呢 有王小唐老师 关于金环银环塑造的电影笔记 长达一万七千多字 我也挑一段跟大家念一念 好吗 王老师 片子拍完了 回过头来看 无论是金环还是银环 我都没能演好 金环的调子显得有些单 辐色用的差 我没能把它开朗 乐观 谈笑风声的一面展现出来 银环呢 在开头部分 我太为她的文静框住了 不敢像演一般姑娘似的来演她 因而缺乏了一般女性的共性 有晦暗 抑郁之感 再明快些 微带跳跃的 该有多好呢 在声音塑造上 也还不够统一 有两场戏过于强调她的年轻 而有造作之感 可惜 没机会改正了 其实您塑造这两个角色已经非常的成功了 怎么还得自己挑毛病 因为我有一个更高的追求 我觉得 有些地方我可以演得再好一点 我们解放军报上有一个作者 写了一篇强军的一个论坛 她引用了一句西方的谚语 说 谁在凯旋时 战胜了自己 谁就赢得两次胜利 这个话也就是用咱们中国话 我小学就学交兵必败 就说你有一个更高的追求 你并不认为你演得很完美了 这是出自我内心的 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很多人都说演员不容易 这个一炮而红就是一个梦想 但是王小唐老师当年就是一炮而红 我们去看看王小唐老师的荫幕 处女座 小铃儿 你怎么一个人去啊 他们过了我这四匹马 脱草药 阿爹病了 不能去 就叫我一个人去了 还走 想把马脱死 还想把人脱死啊 你是不想要钱了 要不然是给你三倍的价钱 这还能走啊 要是走大路 今天晚上刚好都在湖沖沖河迷寨 年归法尔也在这里相逢 多多的电话也 心里是长的 这是我第一部影片 1955年 今天在座的可能很多人也都还没生了 那会儿我在话剧团 正在一个大型话剧叫冲破黎明前黑暗里面跑群众 同时监管化妆 那是一个农村系 妆特别厚 卸妆那个纱布全面是很厚的油彩 每天要洗七八十条纱布 洗来洗去 话剧里面冲破的女主角可以报B字 就有一个人报了 又有一个报了C字 我就报了一个ABC的D字 D字啊 ABCD第四个 那有可能演吗 B字演了一场 C字走了一次台队了一次台词 D字就遥遥无期了 还有人说我好长 刚从总政经济团转过来 跑群众连路都走不好 他还要不自量 我就跟那个副导演说 我说你哪怕排我一次呢 我要不行我也可以提高嘛 人家根本没拿你当个人 那我C字还认为我是个人 心里很不甘心呢 那我就想怎么办呢 总团的政委 就是这个片子的 叫丁丽导演 我给他写封信吧 写好了C字卡就 礼拜天就给送去了 丁丽导演就把那副导演 我们的队长交去谈话 队长一看好家伙 把他都给告了 说那你给我什么处分吗 说不给你处分 你找他谈谈 没准这个孩子有点财 就找我谈了 谈了我就一二三四 说了一个多小时 那礼物的人都吓坏了 这个姑娘平常不声不嗓 都这么敢说 好了给我开了一个生活检讨会 无组织无纪律 你越了五级 你破坏了话剧团的好传统 从来没人敢 好了 本来谁也不知道我叫什么 就从那天之后 大伙就就这个小 就这个小家伙 他告了他们队长 告了五级 忽然有一天 一队的叫李任林 就叫我说 王汤你来一下 我进去了 一看 一胖一瘦 两坐在哪 我进去了 也没人理我 他站在那 他挺该 拿张报纸 假装看看 过了一会儿 说你练功呢 我说 你走吧 胡来胡逃又出来了 第二天 一个人叫李波 说小汤 你不用再折腾了 怎么了 说 有两个导演 让你演那个 一个少数民族女主角 呦 完全没想到 正爱批评了不是吧 就愣在那了 李波说 好好的 去吧 你能行 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一下我就把头低下来了 就假装大头的吃饭 这眼睛啪啪啪啪啪 总算有一个人 说了鼓励我的话 说我行 因为这首消息传出来之后 那些演员女的什么 就说 去吧去吧 不行 练破给他回来 我说我死了也不能回来 就这样 所以这部戏很用功 确实也没卷铺该回来 这要感谢林隆导演 朱文顺导演 也可以说我自己洗纱布 是洗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 您骨子里真的有一种小的音的那个 什么都不怕的那个往上冲的那个劲儿哈 演完了回去 那是 学片一样的 和一批一批的女学生 照话就算来找我 可是我 照样的 起纱布 为什么 我刚起步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要走一条箭头永远向上的路 嗯 不能骄傲 小黎英这个角色呀 对我个人 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七十年代末 本人正处在青春期的前妻 哦 正在发育 哦 看到这个片子呢 我就感到非常幸福 就是王小唐老师扮演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角色 他跟男主人公呢 上午还是中午啊 才认识 之前根本不认识啊 这俩人 晚上啊就搂一块去了 不要说那个时代了 现在也不可能啊 但电影中做到了哈 五十年代的电影里居然有这镜头 我后来只能归为一点 为什么呢 他们俩都少民族 少数民族是可以这样的 如果是汉族就非常奇怪了 绝对不可以的 回去以后我就跟我爸说 我少数民族太幸福了 回早恋了 我要是少数民族就好了 我爸微微一笑 你还就是一少数民族 我说您别那什么 我这个货本看过无数次 我是汉族 但是我父亲说呢 你还真不是汉族 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我说我到听说我一亲亲啊 叫英达知道吧 跟我说过 说咱们家不是汉族 咱们家应该是满族 我说但是英达的话你能信吗 对吧 然后我爸英达的话虽然比较不靠谱 但是他这句话特别靠谱 明天呢 我就带你上派出所 干嘛 改户口 改户本 我说那你是为什么 不是为了你更好的谈恋爱和早恋 而是为了考学 当时已经知道了恢复高考以后 少数民族要加分嘞 我高考啊 差八分 然后呢 补上了十分 使得呢 我成了当年北大 北京大学物理系 倒数第二名的考生 对啊 小唐老师 如果没有这部电影 现在这个英壮老师还不一定有这大学文凭呢 对了 我谢谢您 有一个评论说 一直谦卑的您 给自己找错的您 在这部电影里 却让业内的人士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就说这是一个 有创作型思维的女演员 刚才唱了一个面鬼花儿 开 对 我设计的就是 面鬼花儿 开 我才抬头 对 可是导演是把这个镜头从 面鬼花儿摇在花上 开 也在那 到十里香才摇到我 我一看又 这白设计了 我不敢跟导演说 我就跟 聂静说 说再试一遍 失败了 最后一遍 完了他就摇摇摇 面鬼花儿 就摇到我脸上 开 我才抬头了 导演说 哎 老妮也不对了 你摇早了 哎 他不说是我说的 哎 这样比较好 这个开子在他脸上好 行行行 林农师四十人就行行 行行 所以就保留下来了 一点一点的 懂得一点创作 小唐老师 我们今天还请到 两位年轻歌手 白志尧和阿普萨萨 他们啊 可能回到当年 不太可能了 但是他们选择了 剧中人物的 行头都办上了 想把这首 免贵花开十里香 送给您 向您致敬 那太好了 好不好 欢迎 好 我们有请白志尧和阿普萨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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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花開 誰想愛 啊 朵朵的鲜花 心事尝语 带我 你要长年的大 莫要把鲜花 丢入旁 大哥 哎 生日上没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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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的心 我太不常 哎 水上磨窗 我们烫水过 只要你一心 爱哥哥 阿哥 上房打麻雀 麻雀没有的时候 我就开始练这个步 非常滑 我要掉下来那拳完了 在房顶上跳窿吧 是是是 我是受了人民泳泉的恩惠 竭尽心力也只能是滴水之棒 我们刚才说的小唐老师塑造的经典角色都是正面人物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不一样的也是小唐老师一生当中唯一塑造过的一个反面角色 咱先看看 奥兰 副司令是你接来的 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 哈哈哈哈 我 不会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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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年代还是演正面角色会讨喜一些嘛 你有没有没有想过接这样一个角色 可能就毁了自己之前的那个形象塑造了呢 八一场第一任常常陈伯来调我 我还没到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同志一个女同志告诉我 哎 小唐我跟你说个事啊 他们让你演一个女特务 你可千万别演 你想 你演的小鸣 你演的Mano 都是特别美好的形象 你要演这女特务圈完了 进了八一场就到组里 导演就跟我说了 他说我刚拍完一个五根函 里面有一个地主的小寡妇叫巧凤 挨了批判 那现在我又又弄了一个阿兰 你怕不怕将来会被批判了 我身上还没演呢 演不演 演 为什么 我觉得演员他应该演各式各样的角色 正面的 反面的 老的 少的 所有性格的 应该是千面人 不能够是千人一面 所以我就答应了 过去看的能的都是脸谱化的 就一看就知道是坏人 就小唐老师演的这个呢 它是有特别大的突破 回顾您众多的这个荧幕形象 我觉得这个女特务这个形象 让我们一样特别深刻 嗯 而且王小唐老师当时的造型 跳伦巴 真的有与当时的 就五十年代那些好莱坞的 那些女演员的气质 我觉得与他们相比 是一点都不输他们的 这个伦巴 什么叫伦巴不知道 说好我们招标 结果有三个人报名 就把我们剧团 所有的演员 搁在一个大排练场里面 门口把着门 让他们三个跳 为什么 资产街的舞蹈不让大家看 有一个录音师叫郭大震 跳的特好 就他中选了 中选了就教我们这个舞 你要跳的好 是后面我最后总结的时候才说 你是像一个蛇一样的游过来 你要跳的不好 就像那个蚯蚓在那 那还挺 什么都不是 对挺难把 特别可乐 就三个晚上 我们俩一人一人跳 完了就第四天 上房打麻雀 那不是出四汗 我就站在那个房子上面 还下着小雨 第五天就要拍 我就怕我跳不好 麻雀没有的时候 我就开始练这个步 非常滑 我要掉下来那全完了 在房顶上跳龙巴 是是是是 我说哎 别跳了 你要摔下来就全组成功了 对对对 我就别跳了 小唐老师 刚才因为您一直说 您的功夫是长在身上的 洗纱布的时候也没忘了这个 弯腰压腿 我相信您仅仅学了四天的这个 这伦巴应该还长在身上吧 嗯 好像观众是明白我的意思了哈 自从58年 这部片子之后 这伦巴我就没再跳过哈 但是 呃这个肩上力还在这吧 我觉得你就可以跳阿兰呢 哦 哦 不是这个小唐老师 那么他们二位 我觉得都行 由于呢我身体啊略有不适是吧 那么由潘老师呢代表我 你代表我啊 就是用我平常教你这几套啊 像经典致敬啊 我们跳下去了 我真的不会跳 对 我真的不会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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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哎 哎 哎 company 确 dic 冷 脸 rally 那部电影详 之前的准备工作上有所体现 那会儿其实王老特别不容易 因为生病 几乎是失声了吧 但是就是为了这部电影详 人生生是把失了的声 练了回来 我有六年 到 怀柔北台上林场 去当了林野工人 那会儿地图上保密 就是现在的特别有名的燕西湖 可以说 以前从小林 到这个 阿兰 就想我要做一个好演员 那我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就是这么一个念头 但是真正什么是人民并不知道 是经过了这六年 在我人生最低谷 最倒霉的时候 我觉得 老百姓是特别呵护我的 不管走到哪儿都对你好 我的护肌警 不认识的人 都要从门缝里给你筛封信 让你约一个时间去给你粮票 给你钱 当然最后我没有收 这六年使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民 人民是十分具体的 不再是抽象的 所以呢 就特别想拍一部片子 体材写的是个女科学家 原意家 刚开始写 就觉得人不对了 假抗 假装腺机能抗击 本来想保守治疗 可是不行 最后就来三六开刀 当时就跟我说 你这叫大手术 如果碰到哪根神经的话 就没有声音了 后来我说 那我要求针马 就是在两个虎口 扎两个针通上垫 这样我是清醒的 结果就通上垫 非常非常粗 医生就说 王上堂 发音 说一 一 一 就让你说一 我就一直说一 一 再开 说一 说不出来了 没有了 说你发一 说不了 这样就把 做完了之后 没有声音了 哎呦 我说这下可完了 他要求全球三个月 不能够发声 不能够做什么什么 脑力体力动作 我就21天出院之后 9天 我就开始写这剧本 写剧本之后 每天早上五点多 是冬天12月 练声 那个声音这难听 就别提了 拿着那个音笛 就是我 野火虫豆果城买的 练了练练练 练练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 下着大雪 我往回走 我一看路上有一个战士 我走过他身边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结果他说 你这么有名了 还练了 我说我没办法 你这么有名了还练了 我没办法 我们俩就重复这么两句话 坏了坏了 这人在哪呆着 每天忍受这么难听的声音 我从那次转移了 跑到更远的地方 整整练了有七个月 练回来了 比我演野火 春风豆果城的时候还高两个音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然后还超越他 并且在这部自编 自导 自演的戏里面 还演唱了这首歌 我就想回来要表达我的一种心情 我要把人民对我的这种感情 用女主角的台词说出来 中国人说受人滴水之恩 要永全相报 而我是受了人民永全的恩惠 竭尽心力 也只能是滴水之报 就要说这个话 所以就自己想要有一支歌 就写了一支歌 这已经不仅仅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音乐了 而是王小桃想要对所有爱戴他的观众 通过大荧幕传递的心声 真是心声 咱们听听吧 听吧 这不是在唱啊 好像听了 有一 большой演员 和声哽咂它 见看 遵天啊 官iers 幸好信夜 無限的內 春風如煙 鳥鳥起 香 見 喊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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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像四川清音 她又像昆曲 後來當我唱這支曲子的時候 那個錄音大棚裡面有合唱隊 男男女女很多人 這歌誰也唱不了 就是要表現一種心情 我往往比過去更有好一點的 我覺得這人維康老師特別能了解 是吧 她今天來當嘉賓我心裡特別不安 不是那麼大的角 你說請她來當嘉賓怎麼好 所以呢我要走點題 是不是我們能請維康老師 給我們真正唱一段她的京劇 這個獲分要求嗎 我們是不是用這類的掌聲 請李維康老師給咱們帶來一段呢 奶奶您聽我說 我接著 我接著表述 數不清美鳥大事 五三三四四 誰說這青春又不僵人 還看著青春還有情 爹爹和奶奶一起 請來香港啊 生來青春 這裡的搔草 沒有啊 哎呀 我也跟開不祈禮 才能和別的祝禮 咱咱就有一顆 五兩的心 每個 每個 谢谢维康老师 我相信每一个观众朋友 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 对王小唐老师的形象越发立体了 咱们再跟大家说说 演员 编剧 导演 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 从1988年到1998年的十年间 其实王小唐老师 所在八一厂的这段时间 也是八一厂的辉煌时期 您说1998年终于从八一厂退休了吧 不 王小唐老师 又自己这个筹资拍了一部电影 您说今天的王小唐老师 应该可以休息了吧 不 还在创作 这可能很多观众就会问 图什么 为什么 不是说了要自强而不息吗 我今天已经81 是吧 80后 我告诉你80后没什么了不起 是吧 90后现在也很多 所以这事就没什么了 只要自己能够积累 所有的能量 天天向上 你会过好每一天 我们都自个儿有本事 有好的今天 好的明天 贡献给我们的祖国 贡献给世界 谢谢大家 那谢谢王小唐老师 那我们也希望王小唐一直在 自己的艺术道路上 永远这么向上 带着你的那份精气神 影响现在的观众朋友们 向前走 好不好啊 谢谢你 谢谢小唐老师 向经典致敬 与时代同行 观众朋友们 本期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王小唐 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共同聆听 致敬此 即便是黑白胶片的年代 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 他脸上非常地红霞 和心底有动的色彩 他让电影院里的时光 变得柔软而温馨 让影迷们的梦想 有了依托和归宿 尽管一个又一个电影中的人物 因为他的演艺而鲜薄生动 可他一路走来 却历尽坎坷与浓密 演员 编剧 导演 每一次人生角色的转换 他都没有离开过电影 因为只有荧幕 才是他生命中 永远的神秘的旅伴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王小唐 我们要有请李维康老师 英壮老师 还有潘仪林老师 将我们的至今印章 以及鲜花 送给王小唐老师 有请三位 维康老师送给王老师 这是我们中国文艺的至今印章 请几位嘉宾和小唐老师 一起移步我们的签名台 为我们留下印记 谢谢小唐老师 我们有请四位嘉宾舞台中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还记得我们每一期 向经典致敬的口号吗 走进中国文艺 重温经典记忆 好的朋友们 最后啊 我们想选择一首 送给小唐老师 特别恰如其分的歌 咱们全场合唱 就是那首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我们也记此歌 祝愿王小唐老师的艺术声音 永远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连大松树 不想长期 他无法风吹雨 他无法天寒地 一步 他无恶 也不动 永远停泪在山顶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连大松树 不想长期 他无法光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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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